大伙一看 郭松林真急了 同意倒戈的 那没说的 稍微有点反对 江登选就是个类子 那么大的江都军给崩了 可见郭松林是下病的决心的决心 然后把尸首拉下去 先用薄皮棺材给装起来 对于江登选的家属 也全软禁起来 听候处理 郭松林还视着开会众人的表情 各位 非是我郭某不讲情面 无奈斗争是残酷的 你不杀他 他要杀你 放虎归山 必要伤人 现在我和大家 只能进 而不能退 你们说呢 快 全站起来 我们运护倒戈反送 听候司令官的命令 好 我命令 独立师师长段亚山 有 断家粘 往前大跨一步 站了个鼻挺 你们独立师 为先头部队 集中火力 蒙攻 山海关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 一定要完满的完成任务 明白 你现在可以准备 出发 断家山到了外面 点兵带队 拉着炮车 浩浩荡荡 是直奔山海关 山海关呢 也叫鱼关 是一回事 如果出了山海关 就是东北的土地了 断家山呢 把他的前部正印 先锋 这一最重要的任务 交给六团长 黄成才 因为他们还有火车 坐着一列 军车 以最快的速度 像一把尖刀 仰蒙 铲鱼棍 他的大部队 然后他跟着 郭松林 把这支部队 派出去之后 赶紧叫 机要秘书处 跟冯玉祥联系 跟李景林联系 时间不大 方玉祥的编报回来了 完全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 郭军在这一行动 方玉祥马上派兵 进驻 热核 然后 抄张作礼的策路 另外呢 冯玉祥提出一个要求 建议郭松林 最好把你手下的军队 改成国民军 这样咱就是一家人了 郭松林对这件事 还有点忧郁 没出关之前 还不能做决定 现在还打着 少帅张学良的旗号 来个一字反复 这样呢 具有号召力 还给张学良呢 留个退身的余地 所以啊 这件事 他没立刻改 第二 收到林景林 电报 林景林被张作霖 任命为直立都军 就是河北都军 他呢 是拥护倒戈反风的 因为林景林呢 跟杨武庭 江登选 这些人也不合鲁 也是属于受气的 但是李景林比较圆滑 没敢公开站到郭松林一边 但是向郭松林保证 我的河北军队暗兵不动 我宣布中立 既不打老张家 也不打你们老郭家 但是暗地之中 咱是一家人 这样做有个好处 你进 可以进 不能进 你可以退 到河北来 有个容身的余地 比方说咱俩都反胜 都倒戈 到头来 连个家都没有 怎么办呢 其实郭松林看出来了 李景林非常狡猾 从内心上 还有点害怕 嘿 郭松林心说 用不着你 管我手下 十万兄兵足异 但是我也不伤害你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不抄我的后路 不拖我的后腿 那么我们就算朋友 因此 郭松林是放心大胆 带着他的司令部 带着他的家院 跟随大部队 出发赶奔山海关 等他上了车子 副官跑过来 马一封集电 报告副司令 少帅张学良 集电 哦 郭松林把手套摘了 把电报打开一看 的确是张学良 从前黄岛发来的 张学良的电报 再一次恳请 郭松林赶奔秦黄岛 两个人在最后商谈一次 郭松林复之一笑 心说有这个必要吗 要说的话 我已经都说了 你我二人 已经决裂了 你让我到那商谈 商谈什么 无非想把我软禁 起来而已 亲密的朋友 落得这般地独 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尽管这样 郭松林回过头来 看看他夫人 韩淑秀 韩淑秀接过电报 瞅了一瞅 问郭松林 你的意思 马上给他回电 关于词句 你就起个槽吧 好吧 韩淑秀 大学商 也是同盟会的会员 手笔相应 毫不思索 打开钢笔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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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逆了个炒 然后交给郭松林 郭松林 一看平满意 上面写的 大致的意思是 灵身所有 皆工所赐 灵啊 就是指指 郭松林 自己称呼自己 灵身所有 就是我 郭松林 所有的一切 皆工所赐 都是你张学良赐给我的 这是客气词呗 本该拼得此身以报公恩 现实小人当道正败民怨 无能决心另造三省之新局面 成则公之事业败则灵之结局 就这么简单几句话 您听明白了吧 郭松林还把张学良推得最前的 说导歌反送这件事成功了 那是你张学良的功劳 败了我郭松林传笔 罪责都在我身上跟你没关系 郭松林看完电报稿 满意的点点头签字之后 命令机要处马上派发出去 说到这儿啊 咱们还有一段插曲 张学良怎么跑到金黄岛去了 前些时跟郭松林闹翻了 冯玉祥叫郭松林扣押张学良 郭松林后来也听了 派警卫团一找张学良没眼了 二十分钟以前坐着特快列车 奔了山海关 听说直奔奉天了 那怎么转了一圈 又跑到青黄岛去了 有原因 要说起这位少帅来啊 也有点太爱玩 年轻人嘛 自从他结识了郭松林之后 两个人好得穿帘当裤 他拿郭松林既当老师 又当密友 行影不离 心窝子的话有什么 他往外掏上 可见这位少帅心地善良 无私无弊 与此同时 张学良乐得清闲 你看他挂了十几个偷銷 正事他不怎么干 全推给郭松林 动不动两人合属办公 本来两套班子 两个办公室 不 都合在一块 张学良的事情都为 郭松林给代办 这么多年来 人们都知道 郭松林记张少帅 张少帅爷继郭松林 时间长了 重心转移 所以大伙有事都不请示张学良 就请示郭松林 他签个字就好使 一支大兵进了关了 张学良被任命为 津津地区指挥关 又是位数司令 挂的多少头銷 大权仍然给了郭松林 指掌 他腾出身子干什么呢 玩啊 特别是到了北京之后 花花世界呀 使张将军眼界大开 经常是出入夜总会和舞厅 那个舞厅是太排成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社会上的小舞厅 动不动 他说外交部主办舞会 张学良是没场地道 在前节时 有一天晚上张学良接到情帖 又参加外交部举行的大型舞会 没想到在这个舞会上 他遇上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 就是陪伴他终身的赵四小姐赵一笔 那会儿都年轻啊 那个赵四小姐 九二四个都来跳舞来了 民门的闺秀 打扮也与众不同 特别是赵四小姐 人称东方小美的 著名的笑话 打扮的也洋气 那一进了舞厅 是光彩照人呢 全场的人为之主 正好张学良也在 张学良是一见钟情啊 问身旁的副官 那第二个女子那是谁 副官就说 这女人可不简单了 民门归秀 她爹曾经在原政府 做过一任交通部的策长 策长的女儿 叫赵一笔 名叫赵四 人称赵四小姐 张学良是神魂颠倒 交代副官赶紧把主持五会的福德人给找来 那福德人一见少帅叫他 狗边屁股唇似的 跟个哈巴狗差不多少 来到张少帅进前 少帅 你有什么吩咐 张学良又打听了一遍 最后向这负责人交代几句 负责人满面春风 可以可以是是是下去了 本来舞会正在进行 碰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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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正跳得热乎的时候 突然这负责人把手一挥 乐队停止 人们猝不及防 有好些好些没摔倒了 有的只踩对方的脚面 不知道为什么 月升值了 这时候负责人 小跑着穿过人群 到了赵四小姐进前 伏而说了几句 赵一笔粉面一红啊 正在这时 张学良来到赵四小姐进前 负责人赶紧给介绍 赵四小姐这位你知道 这就是金金地区前线 阻止挥官 位数司令 少帅张学良 少帅 这位就是著名的校花赵四小姐赵一笔 两人四目相对 赵四小姐一看面前的张学良 个头 模样 在穿着一套笔品的西装 那真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一般 现在的张学良风华正茂 也是光彩赵人 他别是大帅 他是少帅 那个心里的那个舒畅劲 那还用提吗 腰板 背直 连眼之毛都乐开化了 就这样 两个人对看了足能有一分钟六十秒 照一笔心头秃秃之飘 也是一见钟情 两个人握手之后 开始跳舞 那负责人一看 赶紧冲着乐队把手扬 那意思快开始吧 乐队 好吧 跟少帅伴奏 感觉到多光荣啊 格外的卖力 今天跳舞的人也格外的兴奋 脚步非常轻 张学良跟赵四小姐一直跳到深夜 然后用自己的砖车 把赵一迪送到家 给他们家也漂亮 两进的四合院房 门前八凳水摸石的台阶 等车子停住之后 那么大的少帅先下了车子 把车门开 扶着赵一迪下了车 然后又扶着他上了台阶 张学良压逼了声音 带着柔情说 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赵四小姐奄然一笑 欢迎少帅到我府上来做客 大门开了 赵一迪回去了 张学良进了汽车 回到公馆 简直是有点石魂落魄 赵小姐的影子在她眼前晃动 使她站不稳 坐不安 第二天张学良带着重礼 来到老赵家串门 赵一迪他爹是干什么的 交通部次长 酒在官场 接触的什么人没有 就像咱常说那句话 眼睛毛都是空的 拽起一根 汁汁能当饼吹 张学良一登门 他爹马上预感到 哦 从我女儿来的 因为那赵一迪是一朵鲜花 吸引的蜜蜂跟蝴蝶不断 当然一般来的 人家都不见 少帅则例外 进了小客室 赵四他爹陪着少帅 谈了几句话 就见青沙梁微微一动 赵四从里边出来 张学良一看赵四小姐 今天换装 上身穿着 藕合色紧身小衣 下边穿着脱地的长裙 那长裙上金线攀花 星光闪闪 抬头再看头型 你说要是学生头发 还长 你说披肩发 还短 总而言之 不长不短 正合适 另外再配上 他这张脸型 是古典的 美人脸型 划走脸 上宽下窄 这种脸型是最标准的 比那什么长脸 短脸 扁脸 那墙的太多了 他这么光线好 四面界线 另外照一笔这两道眼眉 没有 又细又长又弯了 真是没复心愿 张学良一看这眼眉啊 把自己的魂都勾飞了 按下决心 我是飞去的 他不可 打这之后 两个人经常出入五厅 形影不离 外界的鱼就走出去了 能没有议论这件事的吗 但是照一笔 也下了决心了 非少帅不嫁 任何男人全都靠边站 两个人暗屁之中 就结下海市 山盟